看看新闻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李莫维 今年24岁 来自北京 我现在职业是一家服装店店主 我的爱情宣言是 《阳光和你都在》 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你带了一幅地图来 对 这是一幅世界地图 因为我非常喜欢旅游 上面有我想去的国家 然后我希望 我今天能找到那个他 陪我一起去看世界 非常美好的冤枉 带来什么样的台艺展示呢 我想跟男嘉宾对唱 好 我们有些备选曲目 哪一首 小酒窝 好 小酒窝 哪位男士 张大维 有请 小酒窝唱姐吗 是你最美的句号 我每天睡不觉 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 你对我多么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小酒窝 穿街帽 迷人的午口就要 我放满了补调 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找到 想要年轻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哎呦 维晓 你们又看到吗 这歌哪里是 俩人这个音准都唱得很好 你看他俩人这四目相对 就没离开过对方 电光火势的 无论怎样呢 要感谢张大维 在他的帮助下呢 你得了75票的超高票处 过关了 恭喜你 来 面对镜头 一起进入黄轩 跟法国喜庆甘红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台中有请 现在在16位当中呢 估计张大维 已经算近距离地 看过这位姑娘了 虽然说戴着面具 你估计这位姑娘漂亮吗 应该是非常甜美的 那种类型 他那个眼睛 就没离开着过 这姑娘的脸 对 不仅看到小酒窝 连肥到底都能看着 这也让我们对你有了 更高的期待 然后在这个时候借下面具 让我们见识一下 对 非常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选择一位你最心意的男嘉宾 1到16号 哪一位呢 这一位 好 那么李萌维 也可以挑选一位男生 坐在红椅子上 你觉得谁 能为你说好话呢 孙天一 孙天一 邀请 谢谢 印象如何 你嘉宾你好 因为刚刚唱歌的时候 我发现 张戴维可能唱得有点太 太热情了 因为可能主持人看不到 你女嘉宾那边的表情 你把你别人吓到了 她的表情是被 受了听下的表情 讲得特别僵在旁边 真的要自信一点 很美嘛 对不对 好 谢谢 加油 有命 谢谢 你嘉宾叫李孟维 对 倒过来读 维 孟 李 只有孟 李 可能才会出现这种女孩 说一下衣服 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能把这件粉色的衣服 衬托得这么好看的 只有皮肤非常白的人 才能把她衬托得很好看 在这个台上呢 还有一个人 也能把你这个裙子 衬托得很好看 就是刚才跟你一起合唱的 我们七号男嘉宾 她有机会让她也试一试 试这一首 张大为 太鼓励难道了 粉嫩粉嫩的 李嘉宾 你上来到现在给我种错觉 一般来的北京姑娘 都是比较泼辣 或者说是性格比较直接的 张大为是上海男人 但是站在台上我觉得反了 好像她才像北京的爷们 你才像上海的姑娘 她是北京姑娘 她是北京姑娘 因为我比较慢着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紧张 再这样我反应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马老师说的其实蛮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 其实我觉得张大为 前面在唱歌的时候 是真的是蛮投入 在那个意境当中的 在背上女嘉宾 你本身的那个素质非常好 好 谢谢 那个你们男嘉宾 评价我都这么实在 对吧 真的 我觉得好像 唱歌到现在第一次是这么投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比较甜蜜 所以我把感情都投到了 这首歌里面去了 好 谢谢 这个 刚才刘蜜说你是围梦里 对不对 刘蜜的梦里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吃的 所以你嘉宾你转过身来 你看你那个头发 你现在转过来看看 是不是特别像皮皮虾 所以说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 我一个这么爱吃的人 都没有看出来 你看出来了 证明爱吃 真正的吃的是你 你是我 我在说 下一个部分 女嘉宾不光秀色可餐 秀发也可餐 谢谢 那你吃去吧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黄轩法国喜庆堂 和魅力之选 今天的第一个爱心 想送给谁 那就送给跟我一块 对唱的张大为吧 好 过去戴威 我们再看到VCR的女嘉宾 再够了解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李萌雷 今天24岁 来自北京 我现在的职业 是一家淘宝店的店主 那我的老店呢 主要经营的是 韩国的美妆 和一些面膜 在我小的时候 曾经学过一年的花样滑冰 因为小的时候 我的平衡感不是很好 家里人就选择 让我学习这个 因为我觉得 在冰上 滑行就好像飞起来一样 而且让我感到非常放松 那我平常休息的时候呢 都会去旅游 我非常喜欢旅游 我去过十多个国家 最喜欢的呢 就是法国 我所喜欢的男生呢 一定不要太宅 可以希望可以和我一样 喜欢旅游 热爱生活 多出去走走看看 希望以后我们可以 一起在全世界 留下我们的脚步 好 看回事儿 我们再分开两张扑克牌呢 准备一些具体资讯 李温维 毕业于英国皇家农学院 学的还是食品安全的本科 现在回国以后 没干这行儿 在家里用网店来养服装店 你还开俩店 对 当时先开了网店 然后我做服装店 也是因为自己穿衣服 比较爱在这方面花钱 我想要开一服装店 可能就既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还能赚点钱 但是服装店其实不是很赚钱 我就想用它来宣传一下 我那网店 来我这客人什么样都有 我就给他们名片 让他们上网 然后他们买多了衣服 还送他们我那个化妆品的小样 这样的话 他们要是适用觉得好 会去我的网店 你服装店 你要进货乱妈都一年 加起来 大概你的成本是多少 成本 我没有细算过 那看起来你们家是有钱的 你连这个 你做生意都不知道 你每天成本是多少钱 李冠平 我对你的这个经历还蛮好奇的 因为在英国的话 这个学校很少中国人会去念 对 所以你去念了个食品安全 跑回来开了网店 又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经历蛮奇葩的吧 是这样的 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只有这个专业冤要我 然后 这也太实诚了吧 然后我爸妈一直是希望我做他们安排的事 然后他们给我安排的公司 可是我本身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 可能我不需要被束缚 然后觉得做网店服装店自由一点 所以我刚才没说错 我说你们家经济状况肯定不错 能到英国的地方去上学 学费是不低的 多少钱你能告诉你在那上几年学 我也不太清楚 你真想去上什么学你也不太清楚 我来帮你算吧 你学费加上生活费 至少现在平均是三十到三十五万 你读了几年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按照你一年这么算的 读了几年 读了两年 我上大学是二加二那种 在国内有上两年本科 然后去那边再上两年 她说那姑娘现在还 现在怎么把这排在第二呢 你就说出来了 谈过三次恋爱 说感动是相互的 喜欢充满惊喜的生活 对 我就是因为谈过三次恋爱 然后应该对我来讲 印象最深的是第三次的感情 那时候我们俩一块出国上学 但是她特别喜欢喝酒 因为喝酒总是耽误事 然后第二天要上课 或者写轮文什么的 然后总是让我帮她完成 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我就算再喜欢她 可能以后生活会太辛苦 跟她在一起 然后还是选择放弃了 那女嘉宾那个我想就是恋爱观吧 我还是蛮好奇 你对你喜欢男生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我希望的男生 其实我对男生没有太多要求 只要他不骗我 我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所以你好像也是从英国留学的吗 我不是英国 我是澳大利亚原来的 我自己也确实你也不太像从澳大利亚回来的 我觉得这姑娘也不太像从什么皇家农学院 我觉得她倒像皇城根农学院 地道的北京人 你看说一口北京 一点英国人回来的感觉都没有 我觉得她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她人生观特别轻松 你居然可以当着镜头 你父母可能就在沙发上坐着看呢 你也不知道你花了多少学费 也不知道他们花了几十百把万 完了回来我就开网店 父母让我去企业工作 我不愿意 特别好 你父母应该很宠爱你吧 是 苏川宁 对 那接下来各位男生 要做出你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至于姑娘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呢 我们要打开另外两张破坏牌 了解一下 哎呦 我说怎么把这个恋爱都在第二张牌就翻出来了 这太明确了 孙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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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爱你比爱我更多 好 好 好 你也太直接了吧 姑娘 对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因为 我就是 比起被爱我更喜欢爱人 那这两张牌打开之后 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孙天一有提问题的权利了 对 其他人闭嘴 对对对 我们已经非常识趣的全都翻过去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孙天一 没有 吓到我了 我这不是 没想到 没有 就是 你就这样好了 不行 我能替你嘉宾说两句话吗 你嘉宾是北京人 我也是北京人 她实际上是特别典型的一种北京姑娘 特别简单 特别单纯 叫嘎嘣利罗翠 没错 就是我看对眼了 哎 什么都不行 我就一门心思对你好 你也一门心思跟我好 咱们就好好过 所以好好珍惜 加油 那还有没有什么想问 我可以直接表白 直接表白是吧 可以吗 孙天一 你跑不了 你就站好吧 好 云南云请 好 云南云请 孙天一 你好 今天就是为你而来的 然后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在大屏幕上 因为我很喜欢旅游嘛 但是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有去过 然后在你上百里挑衣的时候 我看你说 你希望带着你以后的另一班 去这个星星岛 在那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它有一个爱心的岛 那是很有名的 然后我就是想以后带着我的女朋友 可以有机会去那边 然后我还会为她 想去学怎么驾驶直升飞机 然后带着她一起去看这个岛 那我也看 就看起来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只想跟你一个人去 你愿不愿意带我去这里走走看看 还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温小 你猜这什么东西 看上去是一杯水 你尝一尝一下 他对食品添加剂应该有研究 他对食品添加剂应该有研究 这个水里边只被添加了什么 现在你要考虑好 这可是研究食品安全的人给你一杯水 是什么味道 就是一杯 就是一杯很传净的水 对 它就是一杯很普通的白开水 我觉得水特质就是简单普通 但是却是你每天必须要的东西 然后我就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女孩 没有什么太精彩的事 也没有什么特别信任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水是充满饱和度的 你给它里面放糖 它就是甜的 放盐它就是咸的 加冰它就是凉的 再火烧烤它就是热的 然后我也可以为你做这样的女生 你想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吃吃 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你愿意接受我吗 这杯水真的是代表了你 很纯净 我没有理由 大家好 我叫宋佳梅 追我的都会让她很受伤 她一直都怀疑我 然后动手打我 然后打得很严重 我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有下来 哎呦 谁能百里挑一 由黄泉法国喜庆刚红 独家挂名播出 你等了很久 我也一样 等待一瓶杰作的诞生 只为你的这一刻 只为婚礼酿造 法国原平进口 有喜事就有黄泉法国喜庆甘红 这一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修 loose 你修实的黑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修实的黑色 你修实的黑色 然后再说 去这一刻 你修实的黑色 挺确实的黑色 你修实的黑色 刚才我的眼睛 索的黑色 是吗 是吗 我们下期再见 送给您 是旺旺大礼包 我又旺 旺旺大礼包 礼旺亦更旺 我姐记得要送旺啊 清盖中盖 中老年人专用盖 他要六场 非雕开关 品味非法 非雕集团 东方卫视12月7日起 真实见证中梦计划 以梦想为指南针 即刻出发 追命计划 由大众进口汽车 和东方卫视联合播出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思达书 修正药业 竹业清酒 关爱健康 1500年岁月验证 五次国际认可 竹业清酒 清盖中盖 中老年人专用盖 它是活的乳酸菌 它是活的乳酸菌 小小养乐多 转动尝到大火力 活的养乐多 越活越开心 东方卫视12月7日起 真实见证追梦计划 以梦想为指南针 即刻出发 追梦计划 由大众进口汽车 和东方卫视联合播出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还是费您颗粒 修正 修正牌六味地黄焦 一次就一粒 管用修正药液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思达书 怎么这么好吃 然后我就是一个 简单普通的女孩 没有什么太 精彩的事 也没有什么 特别信任的地方 但是 你想让我成为 什么样的人 我就可以成为 什么样的人 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刚刚喝这杯水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 因为我一尝的时候 就尝到这杯水 然后脑子里面 瞬间一个想法就是 这杯水真的是代表了你 因为 就像谢维章说的 北京女孩就这性子 然后可能真的就看着眼 然后就活出去了 然后通过对你了解 发现你确实很 像一杯水一样 很纯净 很 对 那你愿意介绍我吗 我没有理由不接受 谢谢 恭喜两位 尤其是要恭喜姑娘 敢作敢为 今天勇敢地表白 成功地牵走了孙天一 你愿意获得 尤其是就有 黄轩法国洗净干红座 提供的下支五千元的 提货卡一张 以及由金冠所提供的 黑糖化霉糖 大礼包一份 下一站是不是就去星星岛了 我还没学会怎么开支撑飞机呢 我们俩一起挣钱 先买一架再说 好 好 再见了 两位 一起坐飞机回北京吧 其实女嘉珍这一版本 有一方就是 星东表来的时候 给我的一杯水让我喝 其实当时我心里